好好玩耍的童年当然非常重要,但事实上,基本所有的爸爸妈妈,免不了要操心孩子未来的学习生活,其实对幼儿期的孩子来说,学和玩,并没什么矛盾,幼小的孩子不需要一本正经的学习,上课。 但爸爸妈妈通过和宝宝的日常互动、游戏,也能让孩子对文字语言有兴趣,懂得合作,和他人相处到基本技能,成为对学习充满热情的人。 如何帮助孩子喜欢上学习这件事? 一、语言与实字能力语言,为将来实字能力的巴掌奠定了基础。 在孩子小的时候,经常通过手势、声音、单个词汇和爸爸妈妈进行交流,有助于增加孩子对书籍、阅读的兴趣。 说话、朗读、唱歌等,都会激发孩子对语言的理解和使用,也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良好的沟通者,享受阅读乐趣的读者。 二、思考能力孩子从生下来开始,就很想了解世界是怎么运作的。 比如,我一哭,妈妈就来了,遥控器一按,就会亮灯,所以孩子都喜欢玩手机,遥控器,是有原因的。 随着孩子的成长,他们会开发出越来越复杂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 比如,孩子可以利用自己对数学概念中,分类和数量等方式来解决问题。 举个例子,快三岁的琪琪自己拿着一片饼干正要吃,可是弟弟过来也想吃,琪琪舍不得把自己的饼干给弟弟,于是跟妈妈说。 所以,孩子不听话,总是犯同样的错误事。 当然有时候可能是捣乱,但有时候,却是在做实验。 他想反复实验一下,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 即便没有,他也想把刚才的结果验证一下。 如果爸爸妈妈理解了这个原因,就能明白孩子也许正在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,并不一定是故意捣乱。 三,自我控制对于一个孩子来说,能学会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和管理情绪,对未来学校生活和整体的健康发展都至关重要。 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,有助于孩子与他人合作,应对挫折感,并解决冲突。 四,自信 当孩子们感到自信,相信自己时,他们更愿意接受新的挑战,更容易和小伙伴们相处,遇到竞争,交朋友,分享到社交问题的时候,有自信的孩子无疑会处理得更好,更容易收获自己满意的人际关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